有一个人叫做 佛拉威欧 耶瑟夫斯 这个叫做 Joseph first 我叫英文比较有名讲 Joseph first 是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连我们 连我们基督教也 采用他写的 犹大古史的 本书来做很多的印证 这个人并不是基督徒 但他对圣经的研究有深度 有很深度的研究 将圣经的正点和外点 做了详细的分析 并指出 外点圣经从来没有被 犹太人包括在 感受感示的圣经里面 另外他所撰写的 犹太古史记录从 圣经就列从一开始 到公元一世纪 整个犹太的历史 这些记载表明Joseph first 本人认为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 让我读一段 这个历史学家 讲的一个很震撼的话 很小关的一个话 他写了耶稣的神词 用几个字 写耶稣的神词 但我们来看 这个Joseph first怎样写 好吧 这位伟大的 犹太史 犹太史学家 在他著作里面 他这样写道 这个时期 耶稣一个智慧的人 如果我们可以把他看为人 把降悲为人的 来说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 耶稣他行过许多的神迹 他所有 他是所有 各部真理之人的老师 他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讲话 他就是基督 当彼拉多接受我们 领导人的建议 定他在十字架之行 那些起初爱他的人 并没有放弃他 因为他在第三天 就向他们显现 正如先知们 所一言的那样 关于他的表述 数不顺数 至今这个以他的名字 建立的基督教 并没有消息 这就是历史学家 Joseph first 所为耶稣一生里面 短短几行字的文字 所的记彩 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 Joseph first 历史学家 很清楚的他讲 我很惊讶 这就是耶稣的生命 所有的文字 作者写完这段重要的内容 就借着宣布他说 他就是基督 让你麻煩了 这是 motif的提供 虚定看 并不是Chat